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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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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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實實做一些風險管理就比較好 其實現在做風險管理 我覺得都會稍微遲了一點 因為恆指跌穿10天線那一刻 就應該要做 謝謝郭Sir在恆指方面的分析 立即和大家跟進一些藍售股開始的情況 港交所方面上升超過1% 報295.8元 郭壽上升1.5元 友邦跌2.5元 騰訊升3元 金沙中國升3元 長和跌3元 新地武器跌1.131元 九倉跌4元 中海外升1元 灣之地升5元 中海油武器跌11.72元 中石油升1.1元 中石化升5元 坤能能源升5元 中海神話上升1.8元 報19.28元 郭Sir立即和大家看看 就是內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上證現在剛剛你也提到 升32點 今日高位衝對5055點 現在這一刻就是暫時的高位 深圳城指下跌53點 報17596點 至於滬深300指數上升42點 報5272點 暫時三大指數方面都是個別發展 上到5000點的大關 好像又觸動到中正監方面的神經 看到在這一方面 剛剛在過去的交易日 傳出叫停場外的孖展 一些數據終端接入服務 簡單來說 令到一些服務業務 有阻撓 令到部分資金會撤離等等 這次有些分析說到 相關的場外孖展 這方面的數 或者會達到1.5萬億人民幣 就是這麼多 都是風險問題 就是孖展推到兩融方面的情況 推到股市去到5000點 中正監說都在怕預防 類似有人踩人的事件等等 又出來說會不會到這些位置 都很害怕中央方面突然過去 偵測出這樣的招數 都會影響到環內地股市場 有一個發展 其實A股主要超賣的情況 因為近期來講 一浪高一浪的形態相當明顯 而且那個聲勢是很突出的 上星期四曾經見過 是先跌260.3點 後期倒升30幾點 到星期五突破5000點 是烈口成高開 到今天已經去到現在是5061點 相對低位上的步伐相當急 亦相當快 內地的中正監或中央政府 希望股市上升是慢牛 慢慢升 但以現在的勢度 怎麼是慢 其實根本就叫速牛 是不斷上升 有你沒有你就先升了 了解到因為民間財富是天文數字 而且速動資金入市是很明顯的 股市越升越多人買 內地有部份的投資者對股市 其實認識不太深 只是覺得升完可以再升 買下去一定會升 按田按地都要來買 這是會令到勢頭 在資金主要之下 是脫離了基本因素的 當然未有黑天鵝事件發生 聲勢是很難停的 你是一直叫著 不要走 不是代表資金入市的態度是會停的 不要忘記 民間財富達到116萬億人民幣 跟香港不同 香港八成的資金是來自基金 省戶只是漸兩成 但內地是八成的資金來自省戶 機構性流資者只是漸兩成 就是說當大眾的資金 一窩蜂入市的話 其實升勢的部分 根本上你按都按不住 但無論如何 技術上它是超賣的了 如果你再看好上去的話 我覺得隨時都會有一些正常的調整 就算跌一跌下去5000 也是預計之中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討論其他專家的詳盡分析 麻煩郭Sir和我們這方面的解說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會有其他環節 加令觀眾不要走去